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是7月23。 好,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农历7月29,是我们伟大的地藏王菩萨的圣诞日。 好,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哦,谢谢。 师父您辛苦了,然后,今天那个师兄他们自己,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嗯。 请师父看一下一个七三年的牛,女的。 七三年的牛是吗? 对。 她,嗯,她可能有点走边了,然后想请师父给她开示一下。 嗯。 哦,她追求神通,哎。 对,对的,师父。 她,她,她,她结缘了一个叫。 她身上已经有,她身上已经有其他灵性了,在控制她。 嗯。 哦,她结缘了一个叫什么,荀龙齿的法器,然后现在每天跟这个法器在沟通。 哎,这个法器在有灵性呀。 那请问她要粘多少张小房子呢,师父?师父,你给她开示几句,她说她只听师父的。 嗯。 嗯,你告诉她,她现在出的毛病是出在这个灵性在控制她,在做一些事情。 嗯。 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灵性也是善灵吧,也是善灵吧。 但是这个小女孩她追求的东西太多了呀。 她追求大家的对她的呵护啦,荣誉啦,面子啦,然后慢慢慢慢慢慢,那么这个就,这个这个灵性就可以控制她。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要叫她要,要稍微乖一点的,否则她的结果就是,大概几年之后就走人了呀。 哦,她,请问师父她要念多少小房子呢?现在就是有一些师兄都会跟着她一起,就是也是这样的情况。 很大的麻烦,她很大的麻烦,她乱来了。 对。 你要叫她要听师父的话,你说,你要是你还想活的话嘛,你就听师父的话,否则的话,要是师父现在不管她的话,两年都没有的。 嗯,她现在几几年啊,她几几年啊,她几几年属什么的? 她几三年的牛,几三年。 嗯,现在,现在她要是不听师父的话,半年就走人了。 半年? 嗯。 她需要,为她要念多少礼佛,然后多少张小房子? 两百八十遍礼佛。 嗯。 小房子…… 三百七十张。 好的,那放生呢? 她虽然没有大量的恋财,但是她这些钱来了都不是太好的呀,就是人家给她,她已经做错事情了呀,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哎,人家因为在名义上,利益上都给了她很多呀。 对。 你叫她赶紧赶紧不能沉迷了呀,她出事了呀,她现在的脸已经不像过去了,你叫她看看她过去的脸很纯洁的,现在的脸就是成熟的不得了,成熟的一个女人,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反正菩萨今天还能打通这个电话来,嗯,就是向你听师父开诗,说明她还可以,还有救。 对呀,她过去,能够有这些功能的话,开始的时候有些功能是有护法症在她身上的,保,保佑帮助她的呀。 嗯嗯。 后来不对的呀,后来她最久的呀。 对的对的。 为什么就做事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那师父像这个情况,她她的莲花还在吗?她莲花号是23479。 嗯,很快,已经全部发黄了,也就。 嗯,好的。 嗯,很快了,很快了,很快就掉下来。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 而且,而且她,你去问她,她在给人家看的时候,她还动过念头,动过邪淫的念头。 啊,好的好的。 好了,就是说当人家一个男的,或者男孩子啊,好像很,好像很叮嘱她,要她看她,或者对她一种渴望的感情的话,她动过邪念,淫念。 嗯,懂了,懂了。 谢谢师父,她自己的业障,她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师父,麻烦你再看一下一个母女的冤结,她们冤结很深,女儿是94年的狗,然后妈妈是69年的鸡,她们的冤结。 她想问,她们前面是什么的因果,会造成现在冤结这么深。 想一想我就知道鸡狗鸡狗呀,一个鸡一个狗呀。 对,对的,对的。 对不对了,我看看,妈妈是鸡还是狗呢? 妈妈是鸡,女儿是狗。 我刚刚上辈子谁欠谁的啊。 好的,谢谢师父。 女儿欠妈妈多。 女儿欠妈妈多? 所以她妈妈,所以她妈妈怎么都看不顺她一眼。 动不动要讲她,动不动要讲她,不能容忍她。 对的,对的,对的。 早餐啊,是觉得没睡早说清楚的,你觉得这样。 对的,对的,对的。 嗯,听不懂啊。 听得懂,她想问她们这个女儿她要念多少小房子,还有礼佛针对这个冤结,她想画这个冤结。 多少张小房子? 嗯。 多念一点吧。 好。 小房子大概要念86张。 好的,就是化解冤结是吗,师父。 嗯,化解冤结,86张化解冤结,自己还要念,自己要多念姐姐奏啊,念一万遍姐姐奏啊。 好的。 嗯。 嗯,她想问她的妈妈什么时候活源能成熟啊,因为她觉得现在冤结很大,就度她妈妈很难。 她不要去度她妈,她度不了的。 她有一个佛友可以度的。 她妈妈喜欢有的佛友的。 嗯。 师父很准,她做梦梦到是佛友去度她的妈妈,不是她本人。 她能度到啊,差了远了她。 两个人冤结这么深,听得懂吗? 她上辈子,她上辈子,她上辈子把她妈妈在农村的时候,最喜欢的一条狗杀了她。 所以她妈妈就很狠,她妈妈原来就在农村的时候把这条狗当成孩子一样。 哦,上辈子。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师父麻烦你最后看一个亡人,他是自杀跳楼死的,是叫龚志兵,2019年往生的。 志是什么志啊? 志是志向的志。 兵是文志兵兵的兵,已经念诵了一千章左右。 文志兵兵的兵。 就林登山那个。 应该,刚刚,刚刚在阿修罗。 哦,抄上去了,他是自杀死的呢。 对啊,不容易啊。 不容易,因为他好像好像梦到过要投胎了,所以他妈妈又许了小房子。 他妈妈,主要问题他妈妈就是帮给功德给他了,转功德了。 哦。 不转功德没有这个效果的,他就是转功德了。 听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师父他还要念多少小房子,再帮助他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 哦,好的,好的,好的。 那他到此为止了,他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 好的,好的,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同修业让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师父我问完了,今天。 啊,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哦。 你好。 你好。 哎,有没有。 你好,你好。 谢谢。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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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了,朋友。 没死啊,哈哈,没死啊。 哈哈,太精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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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你1993年数据的。 嗯,1993年数据的。 嗯,1993年数据的。 男的女的啊? 男的。 看一看他身上的妖精者,要多少张小房子。 哎哟,妖精者很多,他经常发脾气啊,无缘无故发脾气啊,不开心啊。 啊,整天骂人啊。 嗯,很疼。 嗯,听懂了吗? 嗯,听懂了吗? 现在怎么算了? 你现在要给他念103张小房子啊,他身上有一个白的,白的鬼啊,白鬼啊。 嗯,是啊。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他的身份,伤害他,听懂了。 哎? 他房子要出去。 对啊。 他记几年啊? 你再讲一遍。 1993年。 数据的。 是啊,是啊,是啊。 他就是什么都不开心啊。 对啊。 人家不开心啊,不想理人,在房间里玩。 对啊。 对谁都不开心。 听不懂啊。 是啊。 听懂啊。 他的那个,呃,呃。 呃。 呃。 很苦啊。 很苦啊。 很苦啊,我告诉你啊。 嗯。 你现在赶紧给他念103张小房子啊。 是的。 是的。 他的妖精姐了。 房子的妖精姐要多少张? 我看看啊,房子的妖精姐。 房子的妖精姐。 二十,二十九张。 好,谢谢台长。 他睡的,他睡的那个睡房里面都有灵性啊。 是的。 他的睡房,他的睡房是不是走进房间是右面是不是啦? 是啊,知道,是啊。 对啊,对啊。 里面有灵性啊。 他经常会发他。 经常看到他的妖精姐。 他看得到。 他看得到。 他很害怕。 杀他。 赶快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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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很苦啊。 你赶快逃啊。 你赶快逃啊。 我再救他了。 好吧。 你这个孩子, 你这个孩子, 要叫他自己要相信的呀。 他不相信的话,效果不好啊。 放心放心。 我看一看他。 那个。 对。 对。 新闻啊。 成功会有。 成功啊。 就是不够啊。 不够了。 不够了。 新闻是成功的呀。 小房级不够啊。 你听不听得懂啊。 嗯。 听得懂我一定努力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太长跟我看一看我的莲花摘不摘。 摘不摘。 摘摘摘摘。 你的莲花是多少啊? 号码。 29505。 29505。 29505。 是。 29505。 哎呀。 很紧张啊。 29505。 希望他也。 29505。 哦。 我看到你的样子。 你这个人是一个长脸。 你的颧骨很高的。 对。 眼睛有点抠进去的。 是。 我讲的对不对啊。 嘴巴慢大的。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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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莲花还没有。 楼下来啊。 莲花还在上面。 还没有掉下来啊。 哦。 有什么颜色的。 是不是粉红似的。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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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一个看着。 你要注意啊。 你的肩膀。 你的有一个手臂啊。 很痠痛啊。 是啊。 我们经常去上山。 跟一个。 颈椎啊。 颈椎跟一个左手臂很痠痛。 你听得懂啊。 听得懂。 啊。 我听得懂啊。 啊。 1993年熟悉的还有放生要多少 1993年的 熟悉的 难的 放生还有多少 放生要2500条 还有2500条 慢慢放 慢慢放 好吧 你这个人的命比较硬 你有时候不要去多讲他 你讲他 他会忧郁的 因为你的命很硬啊 你磕他的 磕他的命啊 听不听得懂啊 知道 他的哥哥 就是圈子来的 好嘞 不能问了太多嘞 只能问一个问题 他的哥哥 你只能问一个问题 几几年属什么的啊 1993年属鸡的 93年属鸡的啊 三胞胎 他的哥哥 三胞胎 哦 三胞胎 93年也是属鸡的 对 是 是 他对肠胎不是太好 这人眼上出了 这肠肠 痘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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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上很多痘痘 嗯 是啊 肠胎不好 好 这个狗狗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狗狗有两个小麻烦的啊 这个狗狗在网上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啊 哦 我跟他说 你要管管他 好吧 这个狗狗啊 脑子里有很多不好的意念的 这都是谐营啊 听不懂啊 哦 知道 知道 我跟他 教他听 你教他照看啊 要看出毛病出来的啦 哦 谢谢狗台长 非常地紧你啊 我经常医疗给你啊 对啊 你要经常给他念 跟他念心经就好了 嗯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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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啦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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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你好 哎 师傅好 弟子向师傅请安 您好 谢谢 大丹师傅 投桌业障同修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请师傅帮忙看一位师兄 1967年属羊的男 看一下他的身体 大丹师傅 哎哟 他的肾脏不好 胃啊 胃也不好 肠胃跟肾脏很糟糕 是的 是的 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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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嗯 他就想看一下他的肠胃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嗯 还有他的眼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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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的眼睛啊 他一到半碗就疼 是什么原因呢 哦 肝育不输啊 所以他很急躁啊 所以他脾气很急躁啊 哦 脾气很急 嗯 那他 那他针对这个方面 他需要 许多的小房子呢 对不起 师傅 多少张小房子 六十九章 好 六十九章 嗯 师傅 嗯 他印堂中央有一束文 师傅说过这个不好 请问他 对他有什么影响吗 印堂中间有一条文 对 嗯 印堂中间有一条文的话 叫印堂破了 破了 嗯 他 木头 印堂破的话 这个人寿命会短的 哦 因为有一位精进的师兄哦 2017年梦道 这位师兄 给这位师兄 你本生死簿 是和他的结有关吗 那 这还不懂啊 我就是告诉你了 印堂破的人 会死掉的呀 所以有两个方法 每天晚上 自己啊 在印堂当中 都戳戳 嗯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呢 自己呢 不要再发愁 因为发愁的人 印堂当中会破 好的 你去发愁 你命都没了 你有什么用啊 你发什么愁啊 对不对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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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他最大的生死关节 在多少岁呢 他现在第几年 属什么了 啊 他是 六七年 属羊 快五十三周岁了 哦 他在四十九岁 五十岁的时候啊 他有过一个结啊 生过一次病了 哦 哦 去问他好了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下一次是五十六岁吧 五十六岁 有一个大官的 嗯 五十六岁 你要叫他出开汽车 或者坐车要打停 哦 是 是的 嗯 好的好的 干师傅 他凯车在四十九岁 五十岁的时候 已经 已经有过一次病了 嗯 哦 是是 干干师傅 嗯 师傅说过 他修的都是福报 没有功德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啊 什么意思啊 他只是说 为某一件事情 哎 我多做点功德啊 我多做点好事啊 求我什么什么什么顺利啊 求我什么什么顺利啊 那就是福报了呀 嗯 你无所求就变成功德了啊 对不对啊 是是 对的 对的是的 好的 是的 干师傅 嗯 请问一下师傅 他的年花是是3086 在不在 嘿嘿嘿嘿 年花是什么意思啊 年花 对不起 年花 年花 对不起师傅 年花 我经常学人家了 你都习惯讲年花了 哈哈 你怎么不说年糕了 哈哈哈哈 跑掉了 哎呀可怜 年花年到了没了 你叫他打到东方电台来 我再专门给他看一下啊 好了 下一个 他因为突然之间挂掉了 所以要稍微等个十几秒钟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喂 喂 师傅 你好 你好 哎呦我终于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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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放进去 咱咱师傅 哎呦我终于 帮助你的 我说不说你说了 我终于帮助了 我终于帮助了 你好啊 啥你色 什么颜色 好 你看什么 看存根啊 哦看那个图屯的颜色 哦你几年数什么的 我是1949年熟牛的 49年熟牛 哎呦我超过开心啊 哎呦 哦你年轻的时候很白啊 现在有点黑了 你会变 你这个牛会变的 人家牛一般不会变 你有点变 我也是 我煮的也是什么年色 我已经跟你讲了 年轻的时候是白色 现在有一点点偏生了 偏生 你要当心哦 你这个人肠胃很不好 你吃饭 不准时啊 年轻的时候肠胃弄坏掉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时候 你再帮我看一下 那个业障比例好吧 业障比例 几几年数什么呢 再讲一遍 49年数牛的 还好 27 27 也很多 很多 我知道我做了很多 不好的 对啊 你们就是 你这个人就是 帮人家介绍朋友 结果人家又好了 你又 又不开心 又把人家拆掉 有一个 哎呦 是啊 你说的很准 你说的很准 哎呦 哎呦 我很喜欢 你讲 怎么这么准的 你这个都知道的 哈哈哈哈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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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到一句成功了 你讲过一句成功了 你讲过一句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 对啊 你把人家介绍成功之后 对的对的,我很喜欢,老子老子,很准很准啊 再帮我看一下那个菩萨好吧,菩萨的那个菩萨来过 菩萨,49年说什么,49年啊? 49年,49年说牛的 哦,佛台,你还好了,你有菩萨来过的 菩萨保佑过你,你有两次啊,都是很,身体很不好痛的呢,或者很危险 菩萨痛过你两次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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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知道 踩着两个墩上,我打起一个墩就下来了,摔着,哎呦,应该是摔着,应该是摔着,应该是很不行的,我没有什么,菩萨保佑,我知道,我知道 本来这一次一摔,你就准备到铁板新春了 哎呦,我老婆这么回,真是摔着我一起啊 菩萨保佑的没理性啊,哟,谢谢 菩萨保佑啊,菩萨帮你拖了一下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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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两个墩很高的 我打起一个墩就踩下来了 你发神经啊,过去传统讲,永远不要垫高灯做事情啊 因为垫高灯的话,过去说就是自杀啊,上吊们都是垫两个板灯 哎呀,很高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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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神经啊,你不是每个东西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有,是不是,老婆帮我快过眼睛啊 到我梦里来,帮我吃眼睛啊 对呀,就是,帮你吃眼睛啊,吃,吃完了之后,你眼睛就舒服了呀 哎呀,就,就,就,清楚了呀,哎呦,你还在想来干什么呢,师傅 哎呀,吃不到,吃不到,吃不到 吃不到,吃不到 你还在加持我的 诶,我怎么啦,有一次带那个骨子哦,你也是到梦里来加持我,好吃好了,对呀,对呀,我整股子也是,你自己也是有福气的上辈子,你要是上辈子没福气,我也不会到你梦里来加持你,听得懂吗? 哎呦,你这么加持我呢,你最近的吧,师傅啊,我不知道好说不好说,师傅啊,好了,好了,你真的来加持我的,嗯,我跟你说,什么病都帮你们看,是不是帮你们背了,什么病都帮我看,我知道,你帮我加持,也都加持我呢,哎呦,赶你赶你,赶你,乖一点,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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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讲话,你看,你看,你看你四十,四九年的,你看你讲话,像三,像四十岁,五十岁的女人,听懂吗? 哎呦,心nie,你改了,你说得很,哎呦,你说得很准很准啊,师傅啊,你再帮我看看我,我知道我学得不好,我就是眼睛啊,我还不学,我这点什么精,精,没颜与鱼啦 哎呦,你吃的太对了,我天天吃啊,你不能吃啊,我还因为我去赌的啊 哎呦,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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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 你而且吃大杂蟹的话,你要知道啊,你这个这个业障现在爬在你的颈椎上,所以你的颈椎和不好,你听得懂吗? 哎呦,你说的很对,很对,很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你说的太多,哎呦,我死了,哎呦,我死了 关于姐,好好练经啊,往生中,往生中先许愿念五千遍 我现在许愿一万遍 哎,一万遍最好了吧,最快,好吧 哎呦,你一直在说,我说这个思维,说不清的事情这么说 哎呦,我不想使你们,说不救这么人了 就是救人了 那个梦里来帮我看病,就看好了,我也不用到医院去,去了 哈哈哈哈 最近的话,做了你两次梦哦 你一直加弃我,哎呦,整个体型了,整了 你一直在打破事了,你一直在做什么想了,做梦的想不到那事情 好了,好了,不要想不掉了,好了,好了 人家帮我背你,人家帮我背你 哈哈哈,我想问一下,师傅,我想问一下我爸爸现在,对吧 他不知道在哪里,是叫王姨姨 最后,最后一个人去了,不再再问了 最后一个人去了,我就不问了,就问一个我爸爸现在在哪里 叫王元姨,草头王 叫什么名,啊? 草头王,草头王,源自一元两元元,生自学生的生 王元姨 哎呦,你爸爸很高傲,在天界 哎呦,你爸爸很高傲,在天界 哎呦,我想了他,我想了他 哎呦,我爸爸,我说那个事情 你爸爸做了很多好事 你爸爸也挺好的 你爸爸很辛苦,活着的时候很辛苦 而且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哎呦,很宠你妈的 你妈妈骂他,讲他,他都不太讲的 哎呦,我爸爸真的是个好人 他就是,哎呦,就,他不能讲的 真的,真的,我知道 好人们上天啊,坏人们如意啊,听不懂啊 好了,你做个好人就好了,听不懂吧 以后,以后接到朋友成功的话,不要再去把人家拆了 哈哈哈 不拆不拆,最近一队很好,都是研究生 最近一队成功了,昨天9月9号他们登记 已经,哎呦,开心起来,又成功了 对,哎呦,老师,你讲了,我说了 嗯,好嘞,好嘞,好嘞,就这样 嗯,好嘞,好嘞,好嘞,就这样 哎呦,小姐,你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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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嗯,你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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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嗯,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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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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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见 你好,请讲吧 哦,给师傅,请,嗯 麻烦师傅,帮忙看一下1987年的兔 哦,今年的关节过了吗 男的女的 女的女的 87年的兔 基本上过了,还有一个小关 哦,大概什么时候 离现在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主要是感情上 嗯 那还需要 多少小房子 小房子要念 39章 哦,好的,感恩,师傅 嗯,你要放下,小丫头 我看到一个 女的 不知道是你本人还是灵性 你是不是头发 就是头发这么 三七的,就是往下 就是前面是圆的,就往边上的 这是头发 头发 啊,对,好了 那就是你就没关系 眼睛蛮漂亮的,蛮圆的 就是 就是脸是 就是额蛋脸的 嗯,蛮好 哦,是 是 你的鼻子不好看呢 喂 我 鼻子,鼻子 啊,漏鼻子 又漏鼻子 鼻孔还很小 影响呼气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鼻子 就一直有鼻炎 鼻,就是 对啊,经常想不通啊 脑残啊 自己 安静的也不好的 非要去 找一个烦恼感情来 自己来难受难受 脑残 你要跟着师父好好修来 要想开来 听得懂了吗 嗯,是 是的,是的 好了 师父 帮忙看一下我的 皮肤吧 我皮肤就是 最近一直还挺痒的 就前段时间 特别痒 哎哟 腰这里 肚子这里 肚子这里 对 对 嗯 你要当心哦 你这个 妇科这里 也是的 他也是 有那个 有那个感染啊 皮肤炎啊 是 是 嗯 特别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过去 邪淫的报应 嗯 嗯 很快啊 爆的这么快 嗯 啊 好的 嗯 自己差一点 差一点那个 儒惠啊 差点儒惠 对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就 还是身上 差儒惠啊 差儒惠啊 我跟你讲话 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不听话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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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里太多的邪 邪念的话 身体也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呀 嗯 是的 我讲话 听不懂啊 听懂啊 你整天整天弄得来像深公怨妇一样的 全世界的男人都妇你 你这样 你这样的脑子的话 整天忧郁 整天想不通 那你会慢慢执着在里面 你会慢慢颓废的 我讲话你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吗 你而且现在记性越来越差 掉头发 睡不醒 我讲话讲对不啦 哦是 我睡觉 睡觉是不是太好的 呃 过一点呐 振作起来啊 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呀 你还算年轻呀 对不对啊 嗯 嗯 是 好好努力了 好好努力了 好吗 好的好的 是师父可以帮帮看一下我的佛台吗 就是还是 我我们家 我现在住的地方风水游泳 七几年是什么的 八七年的土 哦 你佛台还可以 但是你靠近一个 靠近一个污水管呢 哦佛台在 这边在污水管边上吗 对 有一个 有一个墙 墙里面有个污水管 哦 那那我 我 住在这边 你的佛台是不是 进了这个房间 是不是靠右手边了 对 是的是的 好啦 会错的 傻姑娘 对 有个污水管 你要么就 要么就贴 贴个山水花咯 要么你贴个大悲怒啦 或者贴 贴 贴一个 贴有一个人 写了两个字 静心也蛮好的呀 嘿嘿嘿嘿嘿嘿 OK好的 那我是贴在右手边 还是贴在正 当然你贴在我右手边贴啦 靠近佛台边上呀 好的好的 那我这边就是 风水有问题吗 就我最近有在 就这点风水呀 就这点风水呀 不好呀 哦 因为这个 这个房子 应该是个车库改造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要搬了 要搬了 要倒霉的 而且现在这个房型 我现在看见 这个车库改造这个房型 而且 会影响你的妇科的 你的妇科很不好 哦 好的好的 我讲话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 嗯 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 那 好 师傅可以帮我 快一点哪 我问你什么东西改造了都 都没有办法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把一个马桶间改造完之后 给你当食堂 当吃饭的地方 你去不了 我不去 好嘞 这里有阴影 对 好嘞 就这样 好 最后问什么 最后问什么 可以帮我看个亡人吗 讲吧 哦 陈爱华 耳东陈 热爱的爱 中华的华 他 2019年12月份 去世 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 恭喜你的 社界天 哦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对 因为他 当时去世的时候 我没有在他身边 他是不是 你帮他念经了呀 你帮他念经了呀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你要好好的 像如果能够到设计厅的人 根本不在乎人间的东西呢 听得懂吗 他根本把你这种什么 不在身边人间的这种想法 早就忘记了 好的 感恩师傅 可以再帮我看一个吗 你准备再看五个还是七个 不好意思师傅 你念经 每天念礼佛念 念几遍啊 念 现在是念三遍 看着你念三遍的片上 在最后看一个 好了 只能问一个问题了 不好意思 就是 因为就是我父母 他们去世的时候 我都没有在身边 嗯 尹同心 尹是一粒的一 需要单人旁 同是同志的同 心是高兴的心 应该是2014年或是15年的时候去世 你爸 对我父亲 你爸差一点呢 阿修罗 请问他需要多少小房子 你爸脾气很暴啊 听得懂吗 他脾气很急躁 听不懂啊 对 他 他 就是在家 待的比较少 就是我跟他接触的比较少 就是 就是表面上是个老好人 就是 但是发起火来 还是 脾气很倔的 好了好了 看完了 好感恩 好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感恩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